曾经说过不喜欢激进的抗老方法 反而热衷一些轻松自然的保养方式 但我发现很多人本末倒置 宁可花大价钱多脸 不愿意花较少的钱投资健康 比如运动 冥想 让自己由内而外变美 或是认真对待睡眠这件大事 与其内卷各种表面功夫 不如用一场长达八小时的大型护肤SPA 善待辛苦一天的自己 很多女生 皮肤不好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睡不好 那自从认识了这件事情之后呢 我就在睡眠这件事情上开始宠溺自己了 每天跟自己亲密接触八小时的床上用品 当然要在自己能力范围内选择最好的 所以在水星家房清香上线之后 我就给我自己和家人都安排上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真的是睡得不太好 就是晚上翻来覆去都睡不着 有的时候呢很容易睡着 但是又特别快就惊醒了 那睡眠出现了问题之后呢 我们身上就会产生更多的自由肌 所以呢皮肤就会加速衰老 有一段时间我的脸啊真的是蛮松垮的 自从我换了清脏之后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心理作用 现在基本上倒不头就睡 有的时候想上床先看会儿书吧 翻了节就睡着了 而且半夜打雷也吵不醒我 其实我是做了一些功课的 清脏的蚕丝呢相比较普通的香蚕丝来说 它更软更轻 所以它心肤性也非常的好 盖上没有什么负担 再加上它是A类的全棉材质 就像人的第二层肌肤一样 清脏的有机蚕丝还会像人的呼吸一样 自动调节恒温恒湿 睡得舒坦呢 我们就比较容易进入到深度睡眠 人一旦进入到深度睡眠 全身的肌肤就会自动开启修复功能 及时的补充肌肤流逝的胶原蛋白和透明质酸 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 你会发现哇全身做了死吧一样 就是肌肤特别的有弹性有光泽感 因为睡得好嘛 睡得好真的是素颜掉大败妆状态 睡得好呢心情就会好 免疫力就会直线上升 相对于这些大力而言啊 年轻的皮肤状态只不过是附送的小礼物罢了 既然美是健康的附属品 何必舍尽求远呢 不如好好投资我们的健康 将自己睡个好觉比谁都强 毕竟啊一个女生最值得投资的 不是奢侈品也不是包包 而是我们自己 谢谢你